请问公车站怎么走? 这里附近有便利商店吗? 你这里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这些问题用印尼语怎么说呢? 然后对方可能会怎么样回答你呢? 跟我一起学印尼语 地道印尼语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G-Thinks 地道印尼语 今天我要教各位朋友们如何在印尼 问方向路 就是问路的意思 不过首先呢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的话 可以先点一下 这样子你们以后才不会说过 G-Thinks 地道印尼的下一集影片哦 好了吗?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请问公车站怎么走? 以我的经验来说 印尼人是不太会问怎么走这个问题 而我们是比较习惯问在哪边 所以你可以说 permissi mau tanya halte bus ada di sebelah mana ya? permissi 不好意思 mau tanya 要问 halte bus ada di sebelah mana ya? 在哪边 在哪边啊? 来 再跟我说一遍 permissi mau tanya halte bus ada di sebelah mana ya? 这里附近有便利商店吗? 你可以说 di sekitar sini ada mini market ga ya? di sekitar sini 在附近这里 ada 有 mini market 便利商店 ga ya? 不啊 就是在这里附近有便利商店吗? 的意思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先跟你说 ada 有 然后再告诉你怎么走 或者他也可能会说 ga ada 没有 然后再告诉你 你要先去哪个地方才会有 来 跟我说一遍 di sekitar sini ada mini market ga ya? 离这里最近的洗手店在哪里啊? 你可以说 toilet terdekat ada di sembela mana ya? 好 以上是印尼人常用的问路问法 地名呢 你可以自己改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该怎么问路了 下一步呢 你就要听得懂对方跟你说什么 所以呢 这些是你必须先背好的词汇 jalan lurus 直走 或 往前走 terus 一直 sampai 到 到 perambatan 十字路口 belok 转 kiri 左 kanan 右 sebalah 边 一般上对方应该会用这些词汇来跟你解释你要怎么走 所以你可能就要慢慢地掌握这些不同词汇的搭配 我来举个例子 爸爸 jalan lurus sampai pernampatan bapun bello kiri jalan lurus terus agyi nant地好的姿 ada di sebelah kanan sien生 往前走 到了 十字路口 sien生 往左转 再 一直往前走 到时候 或等一下 公车站 就在你的右手边 好 希望这一集的地道尼尼尼对各位朋友们的帮助 你们希望我以后可以讲什么主题呢 请在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给他小赖 Peace out 冷冻 愎 中文字幕停列 可以 似尊 进